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我的頻道, 雲中龍 日版的龍珠, 有新的東西更新, 你馬上看看吧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又是送石 因為龍珠好像在Pay Store的下載 單居第一, 所以將來有一大堆慶祝活動 這會送一共十五粒的龍珠, 然後會送一些道具 非常之好, 送石送得 2016年, 香港及台灣最受賞 Numb the best of 2016 哇, 厲害 真是 好, 厲害 然後每天送, 送石 哇, 真是厲害 這遊戲真的不是開玩笑 好, 我們看看它送什麼 接下來呢 開始送石 這個就知道了 前將來系統會有五鍋 之前是三鍋, 現在增加了兩鍋 然後墨魚復刻, 這個已經打了 看看會不會有新的東西 看會不會有新的卡會更新 冒險關卡三倍 收斂兩倍 物品帶送 這個會吸引一點, 有新的墨魚 新墨魚 哇, 就是這個黑暗 好啊, 正 打墨魚 會不會有渣馬斯 合體版渣馬斯 真正的神 快點給我看看你的實力 這個我會 這個到時20號就會出 到時和大家一起打這個物業 OK, 接著這個 第16日天下無導大會 在22日開步 OK, 急 有LR 有可能有第三張 據文章, 笛子魔童 是LR 第三張L的卡 這個22號就會結合第三張 LR究竟是什麼 我覺得是那張魔童 因為我曾經見過那張魔童 是L-R來的 那張魔童是 救不犯的時候 擋著喇叭的招 沒有新的超激戰 那... 最棒應該是這個 物語 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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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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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隻 這些裝備 也是突然 因為他的秘魂技能只是氣絕,並不是高機率,所以就很麻煩 只剩下B-15的優的威力更加強勁 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只要打你回去 我們今天會用Special隊 對這些超群雜對現時的我來說 對很多玩家來說已經很簡單 這次我們會用主要輸出的是我的吳天格斯 拍一隻壓落出來,因為這隻壓落挺硬的 被動技能一開始時會提升自身防熱力2000 2000是挺高的 我還未想著DK升角 因為DK升角之後 他自身防熱力一開始時就會變成零 即是變相沒有用 我不知為什麼要DK 除了惡搞之後,我真的想不到有什麼作為 好了,我們把關卡來到這裡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 只需要我這樣 所以我會把防守 對著吳天格斯的時候 一下子打起來就可以回歸了 因為吳天格斯已經很適合 已經去到G4了 潛舊能力啟筒 其實他已經去到30%了 算是最高的一隻 自己能夠強行動 這張的吳天格斯是火力卡 真的很厲害 這個雙手也差不多 那我只能到現在就可以 在內版上面玩 這邊的防守卡 需要用這張 防守卡 �ettайн格斯 1,2,3,4,5,6,6粒 很好 這樣吃一隻 1,2,3,4,5 6粒流花 好,這樣 第一招 抵擋完之後就進攻 超...爆... 進攻...再進攻... 這招還沒到 封一封必先啦 沒想啦 不等啦 封必 好 來吧 好 來吧 裝置 封必 封必 火箭炮棒 先頂一頂 封了必 我就不裂他了 怎樣都吃硬他 兩隻 好 打球拳 死硬 他一定死 好 來吧 好 掛柴 直接 只要一半攻擊他們的排球 他已經得夠臭了 瞬間提升到二十幾萬 噢 硬了 三十二萬 單頭五天格斯這麼誇張 雙重五天格斯 真是誇張到爆 真是好厲害 好 那... 這裏呢 會找阿駱擋的了 因為阿駱是9千元 我先找他擋一擋 現在才來啦 這裏呢 我們就要準備了 1個1個4個4個5% 先用得這個1個5個is 一個小台指 最高的力量一彎一彎 好 出招 GD來看看什麼情況 擋住 打單頭排球拳 這招 破球 我殺你球 砰 其實這招 差不多就死了 扛爆我 好的 這裡 2 三 4 5 6 6 先封一封,這裡要回一回血,先回一回 好,接著跌跌,回下來 一隻,兩隻 封一封,火箭炮,封一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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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一封 他封一封,不用擔心,那隻洞洞洞,不用擔心 看,可以沾柴了 真的可以沾柴了 好,鬼魂神風好嗎 鬼魂神風在這裡,先出了鬼魂神風 封一封,封一封,封一封 看招 全入鬼魂神風,大降到防禦力 始終沒有排球那麼小,不過他很厲害,二十多萬 完蛋了 這樣跌跌 還有鬼魂神風 好,怕你,這張防守卡來的,不需要怕 沒事 好,一個鬼魂神風,應該洗得好 阿樂未醒過,終止鬼魂神風 不用應該,完成 好啦,一點也不難 我覺得,不是有任何的壓力 因為始終,我這隊有隻五天格斯 火力卡之餘,那個Leader技 HP,攻擊力防禦力 加70%,是很厲害 再加三架氣力 真是厲害,這張新世代 神世代Leader卡 真是很厲害 我即是抽到兩張,布洛利和五天格斯 最後三張我抽不到 那下,遲下會再抽 好,完成了一版新的超強襲 就是這隻天津凡心戰士 好啦,接下來20號我會出 會和大家一起打黑悟空的物語 到時,大家一起看看這隻黑悟空 到底會不會和那個鎖馬斯合體 變成那隻神 合體鎖馬斯,我幾期待它 如果有抽到那張卡,就更加制 好啦,今天的影片到尾聲了 喜歡這影片,記得按個讚給我 記得最重要的就是訂閱我 下次回來我們再會和新的物語 好啦,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再見啦,掰掰 掰掰